武林全魔悬浮在硝烟的对面 却早已没有了之前的那股震慑全场的魔威 那股高高在上的姿态 显然被硝烟身上那金色光芒所散发的神圣力量 给彻底地震慑住了 声音都变得有些低沉下来 嘴角微微抽出了一下道 这股力量竟然也是焚神力量 而且比起你之前的更加神圣磅礴 难道你小子身上有他的神魂体 硝烟的瞳孔泵发出一轮金光 这股可怕的力量在硝烟那操控之下 将这股神魂力量全部凝聚在自己的右拳之上 武林全魔 上次让你在上古圣地逃走 今日怕就是你没有那机会了 硝烟低沉的声音响起 脚步重重踏出 直接轰出自己这可怕的右拳之力 这一拳竟直接击碎了空间 空间的裂缝当即浮下出 恐怖的虚无能量 从这空间裂缝中狂涌而尽 但很快这处空间裂缝又恢复如初 就好像没有被撕裂一般 硝烟这简单可怕的一拳 竟然直接可以将空间撕裂 如此恐怖的力量 怕是只有那些超级神奇方才能够做到 眼见硝烟率先出手 感受到那金色能量中的神圣力量 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危机感觉 此刻正在武林全魔的全身上下蔓延开来 你觉得本魔会怕吗 一直处于居高灵下姿态的武林全魔 也是在这一刻破防 神色变得极为的凝重和恐惧 武林全魔将自身的全部魔之力量 催动到极致 形成一个极强的黑色防御罩 一名半步六重天卫神全力凝聚的防御罩 那等防御力可是强悍到无法想象的 但是 下一刻 在武林全魔的跟前空间被撕裂 瞬间迸发出电闪雷鸣之态 在他那凝重的眼眸中 萧延的身影逐渐地被放大 其上所散发出的金光令他都十分地忌惮 萧延面无表情 心里想 这一拳直接给这位灭神府的武林全魔 彻底地斩杀 右拳之上 那滔滔不绝的金光不断凝聚 刚刚这一拳挥出的力量 连空间都是承受不住地被撕裂 如果这武林全魔挨上这一拳又会是如何 我不倔 武林全魔怒喝一声 周身的黑气防御罩也是更加浑厚了几分 魔尾也是对着萧延扑面而来 萧延那双金色瞳孔散发出的神器 如今丝毫没有把武林全魔当一回事 嘴角还微微一扬 右拳直接对着武林全魔的那防御罩上轰去 这一拳带着可怕的进风 空间极度地扭曲画面极其地诡异 金光肆虐间直接轰在了这道防御之上 下一刻 直接令得武林全魔的身躯一阵扭曲 金光再度暴涨 直接洞穿了他所谓的防御罩 不过武林全魔的反应 也是快如闪电般的 闪避了萧延的这一拳攻势 武林全魔震惊地望着此时的萧延 刚刚那股力量竟是如此的惊人 能够直接将他的权力施展的防御罩给瞬间击破 要不是自身的战斗经验丰富 恐怕仅仅这一招就能让他重伤了 但还没等武林全魔有所反应时 萧延的身影却是在不知不觉间 出现在了他的后方 金光闪耀 直接对着其后被轰去 犹如是一道金色雷电一般 轰击在了其身上 武林全魔的身影瞬间被击地倒射而出 可怕的力量 使得武林全魔的表情都变得猙獰起来 双眼中也是充满着血丝 该死 这焚神的力量还真是强大 只是让我没想到 在这万兽神界之中 还有如此一味神奇 紧接着 在武林全魔倒射出去的瞬间 萧延的身躯再度消失在其猙獰的瞳孔中 又是蓄力了一招可怕的招式 对着武林全魔的头部砸去 不过 这一次 武林全魔迎牙一咬 同样也不再躲避 周身的魔气凝聚而来 形成一道猛虎般的虎头 对着萧延咆哮而去 猛虎聚嘴一张 其中一道黑色光束顿时暴射而出 萧延眼神一冷 挥舞着手臂 那金光闪电 直接与之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但并没有对抗的姿态 而是那黑色光束 直接被金光闪电给分解开去 仿佛就是这些魔物的克星一般 天空中也是不停地再激烈地交战 可武林全魔无论如何反击 一直被焚老的力量所压制 影德下方的众神兽强者 纷纷倒吸了一口气 特别是那神龙 此时他的脸色却是相当地不好看 面色暗沉无比 本以为与他合作的 这位神秘大人很强 结果那人类小子 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恐怖力量 直接是硬生生地压制住了奇魔之力量 神龙大人 好像那神秘人要败了呀 龙盟中的一位神兽族的族长陈生道 他非常地担忧武林全魔会败 因为一旦落败 他们也都想会被对方击杀 到时候还真的是亏大了 这些万兽神界的各大神兽族 之所以加入龙盟 为的就是能够取代圣龙族和祖龙族的位置 他们不能败 只能赢 赢了 成为万兽神界的最强神兽族之一 败了就会陷入万劫不复 你们别慌 我相信神秘大人 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败 神龙为了不让现场人心惶惶 开始安慰众人静下心来 反观 圣龙族这边 看到硝烟展现出如此恐怖的力量后 直接暴打那魔物 心中也是无比的爽 这难道就是硝烟凶身上的秘密吗 如此恐怖又神圣的力量 才是他的真正底牌吧 圣龙念念有词 目光中散发出一道灼热之感 天空上传来一道巨大的战斗之声 他们将目光望去 发现武林全魔的身影 再次被打飞了出去 刚刚与硝烟的激烈队战下 几回合下来 武林全魔根本就没有 占取一点的优势 那金光一出现 武林全魔的所有魔之力量 就会被压制 不仅 实力超越了武林全魔 而且金光中的焚神之力 又是能够对魔之力量 产生绝对性的压制 可以说 焚老的力量 已经碾压了武林全魔 稳住身形后的武林全魔捂住胸口 嘴角竟是流出了黑色血迹 面目猙獰无比 就算今日你的力量超越了我 但本魔想要走 你还留不下我 又要逃 刚刚我就说过了 你逃不了 硝烟金魔一动 一道金光再次射出 闪电般的洞窗空间 直接将武林全魔的那片空间 封锁而下 直接将武林全魔困在其中 让其无法再次逃顿而去 好 够狠 既然你想将我逼入绝境 那么本魔 就与你奉陪到底 随着武林全魔的话语落下 体内瞬间涌出如大海般的魔器 在自己的身后空间急速汇聚 一道巨大的魔影便是助力于这片虚空上 身躯上散发出能够让所有神兽 都感到绝望的暗黑之力 巨大魔影之上 还有一双暗红色的眼睛 诡异的移动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万丈魔影之中 那滔天暗黑之力 急速地汇聚在这双巨眼之中 随着全魔的力量 急速朝着那双巨眼汇聚而来时 下方的所有众神兽 一脸骇然地望着这一幕 那恐怖的巨大魔影魔光 竟是暴涨起来 这片天地所有的光芒 都是魔影所散发出来的魔光吞噬 直接让天地陷入了一种 无尽的黑暗之中 伸手不见五指 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 并给他们的视线 也是受到了影响 看来大人 要施展真正的底牌了 神龙感受着这片天地间的 可怕魔器 不断地呼啸而出 令他才知道 对方的实力 早已经超出他很多很多了 当时自己还有想法 就是想要将其击杀 如今这样的念头 怕是再也不会产生了 心里还是非常庆幸自己 没有背叛对方 不然自己的下场 怕是非常的严重 如此磅礴的暗黑力量 萧炎他还能抗衡得住吗 圣龙族的大神长臣声道 表情也是非常的凝重 刚刚还以为圣圈在握 现在看来 对方也留了一手 我们只能相信萧炎了 如果他都无法抗衡 我们更不可能 也只能认免 圣龙说着 双手紧握了起来 如果是刚刚萧炎 还给他们一些希望的话 但现在 对方施展出的这股力量 简直非常的可怕 仿佛能够吞噬天地 然而 在他们在抬头看向上空时 一片黑暗的天地中 那双红色巨铜 高高挂在旗上 仅仅是这一看之下 他们体内的神力 竟是异常地躁动起来 是否见过这一道魔像 武林全魔的笑声传荡而开 震慑这方天地 这一刻 他就是最强之魔一般 暗黑魔像嘛 萧炎身上的金光 不断地闪动着 眼神微微一凝 这一具魔像 与之前他所遇到过的相差不大 唯一不同的就是 这暗黑魔像 比起之前先天神所施展的 要更加恐怖 更加强大 强到令众生灵 都无法呼吸 正是暗黑魔像 所以 既然你刚刚要我死 那么我便拉你陪葬 暗黑魔眼 随着 武林全魔的声音落下 这暗黑魔像的 那双红色眼瞳中 瞬间有着无尽的暗黑之力 疯狂地涌动而出 竟是化为一道超大的暗黑之眼 扫视着四周的一切 最终锁定了萧炎的身躯 射出一道暗黑之光 直接划破着黑暗的世界 见到无比可怕的攻势 向自己袭来时 萧炎再度运转体内的 焚牢给的力量 金光闪耀起来 照亮了四周 然后手臂一挥 金光直接被凝聚成一道金色之龙 两股力量在碰撞的瞬间 天地都震战起来 大地也是不断地开裂 天空都是爆发出 震耳欲聋的响声 那声势无比地浩大 由于视线兽族 看不见任何的东西 下一刻 一股可怕的能量冲击波 直接轰击在了下方的众神兽身上 受到惨痛的叫声响起后 这些神兽的身躯 竟是直接消散而去 然后又有着很多的神兽 发出惨叫声 其中包括圣龙族 也有神龙族和龙蒙之人 大家快退 神龙和圣龙都对着自己身后的大军怒喊道 他们的实力已经达到四重天卫神 可以用神魂力量探之一二 所以就在他们刚刚说完话后 又是一道可怕的冲击 拨轰在了他们的身上 诸多身影 直接被这股力量再次抹杀 而且 神体和神魂皆是瞬间消散 同时也让得他们感到害怕 再也不做停留的 想要逃离此处 然后正当他们要离开之时 暗黑魔像便是伸出自己的手臂 对着下方那群想要逃跑的一处笼罩而下 都不要走了 全部给本魔留下 成为暗黑魔像的献祭者吧 巨大的手臂 直接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上空 这时就连神龙族和龙盟之人 都害怕到了极点 怎么这魔物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神龙大人救命啊 救命啊 那些神龙族和龙盟之人 各个大喊出声 结果根本就于事无补 那巨大的暗黑手臂 直接狠狠地轰在了下方的 所有神兽强者身上 瞬间 大地激烈地摇摆起来 然后那些被击中的神兽强者 身躯直接爆炸 成了血物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然后 这些血物最终被一股力量掌控 暗黑魔像魔嘴一吸 将下方的全部血物吞噬而尽 原本就非常可怕的魔器 此时变得更伤了一层楼 萧炎也不曾想到 这武灵权魔 如此阴狠手辣 竟然连自己人都将其杀害 成为暗黑魔像的祭品 哈哈 人类 现在本魔就让你知道 我们之间的差距 就算你有焚神之力又如何 我这暗黑之力 也不输于你 下方已经有着 一大半的神兽强者 已经都化为了血物 其余的神兽强者 也即将成为 暗黑魔像的献祭者 大人 你为何这么做 我们只要将圣龙族 和祖龙族之人抹杀即可 为何连自己人都杀 神龙再也忍不住地喊道 这与之前合作的 完全不一样 蠢货 你没看到 这人类小子的力量吗 如果我不这么做 我们都会死 想要活命 就必须牺牲一些东西 武林全魔的阴沉之声 从上空处传了下来 神龙一听 也是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对方说的有些道理 现在萧炎的实力 的确很强大 如果不施展一些非常手段 就算是这位大人 也不是其对手